近几十年,拳商技术中卫生最好的三名职业拳手都有谁呢? 这是我看到美国著名拳机评论员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的第三名我是非常不认同的 那么第一名是阿里 阿里还在第一位,没人质疑吧 谁质疑,你给我站出来 咱们就把当年的丛林之战这一场比赛拿出来讲就够用了 那这红色短裤的福尔曼当年有多狠,那就不用多说了吧 就在这场比赛的一年以前 两个回合,他六次干倒猫眼瞧 变态呀,我懒得找画面啊 那猫眼瞧什么角色呢? 就这么说吧,乔福雷泽,福尔曼,阿里 就如同九十年代的泰森,老霍,刘一丝 那么你再想一想,如果发生在九十年代 泰森也好,老霍也好,刘一丝也好 他们三个把某一个人两回合六四干倒 会是什么效果?那炸裂不炸裂吧 就是他们三个的厮杀远比九十年代的那三位精彩得多 在福尔曼打败乔福雷泽之前 福雷泽是打败阿里的 阿里说和手下败将的手下败将打 那差距不应该太大 阿里就做到了,你肯定会想 那一物降一物 是的,战绩不是评测标准 但参考价值极高 当然了解这场比赛的都知道 阿里赢在战术上 他打了一场消耗战 但是消耗一个拳头力量变态 还要比自己年轻的 那不是那么简单的呀 其实阿里的战术从赛前就开始了 就是说从发布会到比赛前的十几分钟 阿里在不停的辱骂挑逗福尔曼 就是各种垃圾话 论嘴炮,阿里是祖师爷 这也是他经常用的战术 当时还很年轻的福尔曼 哪经历过这个呀 这阿里什么目的呀 就是想激怒福尔曼 道理很简单 人在冲动的时候很容易犯错 尽管他的教练多次提醒 防守防守 但是福尔曼还是拼命的压 拼命的轮圈 而阿里的防守又是铜墙铁壁 打不中心态已经快崩溃了 阿里呢还嫌火候不够 煽动台下的粉丝给福尔曼继续施压 六回合福尔曼基本就没什么体力了 福尔曼能打中阿里的部位 只有腹部了 头部是基本打不到 阿里即使看到福尔曼没有体力了 但他还是不着急 直到八回合比赛将近的时候 绝地反击 其实六回合阿里就可以接触福尔曼的 但是他觉得还是不稳妥 这就像一个猎人和猎物搏斗的场面 那么阿里赢的这场比赛 大泪散下 技术战术抗击打 他找了一个铁圣 那么这第二位也实至名归 那就是梅月色 梅月色粉丝两极分化 第一类就想看他挨揍的 那你肯定会想了 那不黑粉吗 黑粉也是粉啊 第二类那就是崇拜啊 我的神当然的第二类还有一半是黑砖粉 黑粉最多的就是梅月色了 没有其他人 但是梅月色就利用这一点让他票房第一 就是那个时期 他的社交媒体永远是炫富 豪车美女撒钱 黑粉看完之后气得直翻白眼啊 我必须买票看你挨揍 你怎么也太嘚瑟了 此时你会不会在想 人家觉得他的性格什么叫故意炫呢 我从来都是有理有据的 他退役之后 他曾经团队的一名说出来的实情 大概意思 你们看到的撒钱美女喝酒 就花钱酒地全是假的 他还说 没有看到比梅月色更自律的权手 就是油炸食品都不吃 所以每个人成功不是偶然的 那是靠努力啊 那么说的这是他个人营销 再说拳法 他早期那是非常生猛的 也是对手质量不是太高 直到遇到就这位奥古斯都之后 梅月色拳法一点点改变 奥古斯都曾经那位号称闪躲之王啊 那么这奥古斯都没有给梅月色带来太大的难度 他为什么要改变拳法呢 就是奥古斯都这个顽强性 让他有所改变的 他认为自己耗的体能太多了 如果遇到比奥古斯都还顽强的 那将会有失利的风险 再之后 什么穆斯利啊 库托呀 大葵奥 还有谁啊 阿瓦呀 等等 一系列大牌全部被他拿下 这就得服饭 那么第三位 那位老先生给了刘易思 刘易思也是打败了同时期所有高手 从战绩上那是绝没问题的 但是你的标题是技术 全商综合性 那这身高臂展也是那个时期最有优势的 那这综合起来了吗 让我给的第三位 我给霍利菲尔德 霍利菲尔德才是真正的一小伯大 他是从小级别升上来的 第二点 来者不拒 和所有高手较量 虽然也有输掉比赛的 但基本都是有来有回 那泰森呢 泰森玩一模诡计 肯定是不行 此时你会想了 你还比西方的全球专家还专业吗 那谁还没点想法啊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那你们怎么看呢 跟评论区唠一唠啊 下班